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骨头与关节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制作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赶快按subscribe、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那么同学们就可以更快地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的影片咯 图片中展示了一根骨头 这根骨头跟我们身上的任何骨头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紧握骨头,想要使劲地把骨头给弯曲 同学们,我们能够办到吗? 当我们使劲地想要把骨头弯曲 最后的情况就会像小男孩折断树枝一样 骨头会被我们折断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部位呢? 在弯曲的时候没有被折断呢? 就像图片中我们的手肘弯曲的时候没有被折断 这里面纠缠蕴含了哪一些科学原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骨头与关节 好,同学们图片中显示了一张X光图的部分图片 所以在图片当中,老师所标记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是骨头 那在骨头和骨头相连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橙色的部分呢? 我们称作为关节 所以关节是骨头与骨头之间连接的地方 关节是骨头与骨头之间连接的地方 好,同学们 我们身体部位能够安躯或者能够灵活活动的部位呢? 都是关节的所在部位 所以包括了我们的手掌 那关节让我们能够紧握这个球 当我们弯曲我们的手指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握紧球了 所以关节是我们弯曲的身体部位 它让我们能够灵活的活动 所以关节还包括了我们的手肘 那手肘也是能够弯曲的身体部位 那当我们弯曲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自由地进行一些活动 好,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理解 在我们身体部位里的关节的位置在哪里 好,我们先来看看图片中的这一个人 他在弯曲或者伸展他的颈部和头部 那同学们连接我们颈部和头部的这一个关节在哪里呢? 是的,他在我们的颈部和肌柱的上端 它叫做颈椎骨关节 颈椎骨关节 颈椎主关节能够使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可以活动和伸展 好,接着我们看到图片中的这一个男士 他在弯曲或者活动他哪一个部位呢? 他在活动他的肩胛骨 所以在我们的肩胛骨这一个部分呢 也是有关节的 它叫做肩关节 肩关节 肩关节能够让我们活动我们的肩膀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我们的手肘 那我们的手肘呢 它能够弯曲也是有关节的 所以,手肘的骨头与骨头连接的部分 我们叫做肘关节 肘关节使我们能够活动我们的手肘 让我们的手肘可以伸直和弯曲 好,图片中的这个女士 在伸展她的哪一个身体部位呢? 她在伸展她的腰部 所以我们的腰部呢 能够向左伸展,向右伸展 因为我们的腰部也是有关节 那这个关节叫做腰椎骨关节 腰椎骨关节 那腰椎骨关节在我们的肌柱的最下端的 大约五个关节 五个骨头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腰椎骨关节使我们的腰部可以伸展 可以活动 好,我们继续看 好,图片中的这个男士呢 她的脚是伸直的 她在弯曲哪一个身体部位呢? 她弯曲的部分在她的这一个骨盆 或者盆骨这一个部位 所以她叫做 宽关节 宽关节在我们的腰骨部位 连接我们的左脚跟右脚 或者左脚的骨头跟右脚的骨头 这一个部分叫做宽关节 它使我们的腰骨处呢 可以活动 好,眼中的这一个女士 她在弯曲她哪一个部分呢? 是的,弯曲她的膝盖 所以弯曲膝盖 就代表呢 在我们的膝盖部位呢 也是有关节的 那在我们的膝盖的这个部位呢 有膝关节 膝关节 那膝关节 能够让我们的脚呢 灵活的活动 也可以伸直和弯曲 我们的膝盖 好,接着 这一个图片中的这一双脚 它的哪一个部分在动呢? 是的,这个部分呢 同学们 这个部分叫什么呢? 你们称它为Ankle Ankle是我们的脚踝 那脚踝的部分呢 能够使我们的脚板上下移动 也是有关节 它叫做 踝关节 那踝关节 使我们的脚踝 可以灵活的活动 好,我们接着看 图片中的这一个人 它的哪一个部分在动呢? 它的手指是伸直的 但是它动的部分在 哪里呢? 在它的 在它的 碗部 对不对? 所以这个碗部的关节 叫做碗关节 那碗关节 能够使我们的手碗呢 灵活的活动 好,图片中 它在紧握拳头 伸开 手掌 那什么部分弯曲了呢? 它弯曲的部分是 手指 对不对? 这个它的手指 弯曲了 所以在我们的手指呢 也是有关节的 好 所以在我们的每一根 手指上呢 都有关节 基本上大约有三个关节 所以这个叫做 指 关节 所以指 关节使我们的手呢 可以灵活的 活动 好,同学们 图片中 哪一个部位在 弯曲呢? 或者在伸展 或者在活动呢? 是的,是脚趾 那我们的脚趾呢 也是能够弯曲和伸展的 所以呢 我们的脚趾有 齿关节 齿关节使我们的 脚趾可以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 一共看了 十组关节 让我们一起 再来复习 在我们身体当中的 关节的位置 好,同学们 你说说看 你还记得 这些关节吗? 好,同学们 第一个关节呢 在我们的头部和颈部 连接我们的头部和肌柱的 叫做 颈椎骨关节 好,我们往下看 在我们的肩膀 两侧的这一个关节 让我们的肩膀 可以活动的关节 叫做 肩关节 答对了 非常棒 好,我们往下看 在我们的手肘部分的 这一个关节呢 肘关节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 手腕的这一个部分呢 腕关节 好,我们往下看 在我们的这个 手指的这一个部分呢 指关节 好 那在我们的背部 我们的肌柱的 这个最下端的 这个关节呢 让我们伸展 我们的腰部的 叫做 腰椎骨关节 好,我们往下看 在我们的盘骨 连接我们的左脚和右脚的 这个关节呢 宽关节 好,在我们的膝盖部分呢 膝关节 在我们的脚踝的 这一个关节呢 怀关节 在我们的脚趾 或者脚齿的 这个部分呢 齿关节 同学们 你必须要认得 这一些关节的部位 和能够写出 这一些关节的名称哦 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 关节究竟是 长得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 关节是在我们 骨头与骨头之间 连接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把骨头呢 或者关节的部分 给它切一半的话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关节 或者关节的 这一些部分 怎么帮助我们 能够灵活的活动 怎么帮助我们 在灵活的活动之余呢 不会呢 折断我们的骨头呢 我们一起来理解 好 在骨头与骨头 接触的部分的 最末端呢 它有软骨 是的 它有光滑的软骨 那它是光滑的软骨 可以减少活动时呢 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 那在软骨的这一个地方呢 有一个红色的这一个 老师特别标记成 红色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有滑液 它有这个润滑 液的这个作用 它能够帮助我们 润滑我们的软骨 减少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 那我们在弯曲 我们的骨头 让我们的骨头 不会呢 跑位置 或者呢 移动了 这个部分呢 叫做润带 那润带 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 它能够牢固的连结 我们的骨头 所以关节能够帮助我们 弯曲我们的身体部位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灵活的活动 好 我们已经理解了 我们身体的骨骼系统和关节 让我们一起再看一看 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系统 它有什么功能 一 保护我们体内重要的器官 二 形成脸部的支架 三 支撑我们的身体 四 决定个人体型的基本因素 当我们的骨头生长了 那我们的个子也就长高了 还有我们今天一直在学的关节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伸展和弯曲 灵活的活动 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理解了骨骼系统和关节之后 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的骨骼和关节 rated 如果没有 把我们的研究